上年旭敏來到這裡做討論的時候 他也說這裡人家樂土 這裡也實踐了一些比較多 一些社會民主的政策 實際上就是健康、社交財務等等 我自己在想 我長期來說會在香港 我真是很難做到這個決定 會回香港好 因為見到香港現在是沒有什麼出路的 你覺得將來香港會不會有 多些人可以接受到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將來 我自己覺得你信什麼主義 或者你想推動什麼理想 在哪個地方都不同 在加拿大也好 在香港也好 將來在祖國 神州大地裏也好 有機會就做 但是至於在哪裡做 和什麼時候做 要看很多因素 個人自己的感覺 個人自己的喜好 個人生活上的需要 能不能得到滿足 比如我和一些溫哥華的朋友聊天 有些人打算回香港 我問問他們 第一 工作上的安排如何 第二 你居住上的問題如何 比如你回香港 已經有家人在這裏 有家人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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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自己有少少儲蓄 你的生活無憂的時候 你的包袱較少 你還要做 我當年決定回香港 是較為簡單 我當時在加拿大 做了一段時間 最後在UBC 和石士 我最記得 我12月21日 和教授 施工後 22個飛機走去 是嗎 當時我自己想 我給兩年時間回香港 看看如何 因為我17歲來到香港 27歲回去 都十年了 我其中有兩三次度假回去 就是和香港都很陌生 很多東西不是很熟悉 是嗎 還有你17歲的時候 在香港 你知道的東西不是很多 當然在留學這段期間 都看很多香港的書 看香港很多的資料 但是和你實際生活是兩回事 我當時回去的時候 都格格不入的 是嗎 就是你和那個 比如我加拿大做社工 和香港做社工 是兩個世界來的 真是兩個很不同的思維模式 就是兩個很不同的專業要求 是嗎 變成有一段時間 都適應上了幾困難 還有一些自己個人的思想上的鬥爭 這個慢慢適應 所以各位朋友想去怎麼做 我覺得不要強求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是機緣際遇的